2009年10月1日 我和爱人去山东庆云的海岛金山寺期间 通过其他的佛游 有幸见到了一个发愿度幽冥界众生的一个老师 姓陈 男 中等身材 刚开始的时候一起随别的居士一起参加了超度法式 觉得他地藏经还没有我念的流利呢 等第二天轮到给我做法式前 和陈老师面对面做了一些沟通 却让我惊讶不已 他看着我写给他的名字和属性年龄 先问我是不是杀过青蛙 我说是的 小时候十几岁 经常和小朋友们去农村的稻田地里去抓 然后用刀切下两条大腿 生起野火烤了吃 现在我还记得那些十几只没有了下半身的青蛙 被我们扔到水里 扬着头痛苦绝望的样子 只是那个时候一点的怜悯心也没有 陈老师接着说我的脾气很暴躁 杀气杀气很重 而且很聪明 如果不是学佛了可能已经在监狱了 我曾经几次在我激动的时候闻到血腥的味道 过去是曾经做过将军 他说我还挺厉害威风的呢 呵呵 做过将军那代表杀业很重啊 他说那些青蛙怨魂总是让我心浮气躁 做出一些冲动的事情来 他还说在他眼里 人的身体上都附着曾经吃过的动物的 什么时候吃的怎么吃的都清清楚楚 他觉得我杀老鼠的方式很特别 就问我具体怎么杀的 我那是在十几岁的时候 看了少年科技画报上的方法 哎 写这个方法的人肯定会受到因果的惩罚的 就是把玉米面用油炒熟了 很香的货 然后在里面掺上干水泥 放在老鼠的公口 再放一碗水在旁边 大家知道结果了吧 老鼠肯定会吃玉米面的 吃了因为水泥会让他口渴 他会喝水 结果水泥遇到水就在胃付出凝固 这些老鼠吃不了喝不了 拉不了活活的渴死 渴死憋死 后来家里该偏防挖地基 发现了几个死了的老鼠 其他的地方都乱得差不多了 但肠胃都还在 因为里面有水泥啊 还有我抓到了活的老鼠 就给他们用针头打盐水到他的身体 他渴了我就给他强迫喝盐水 我真的是很残忍 我向这些老鼠菩萨们道歉认罪 真心希望他们能够脱离苦海 陈老师说 这个就是我腰总是突然剧痛止不起来的原因 因为那些老鼠的怨魂都在那里呢 还有我后脑经常疼 以前还以为是累了乏了所致 而实际上是我小的时候养的一个小狗 曾经我用棍子打过他的后脑 他起了很重的嗔恨心导致我的后脑经常疼 还有我左肩膀经常像有东西那里 一动就像有咯咯的声音 但还好能正常活动 原来是我曾经吃过的鸡翅 那些鸡的怨魂都在那里 确实有段时间我经常做红烧鸡翅 他说好像你没有杀过蛇吧 但怎么看到有蛇的怨魂在你腿上呢 我的记忆当中确实没有杀害过蛇 但和其他的小朋友一起用棍子筒过热过蛇 只要他起了嗔恨心 将来他报复谁都有份 我当时问陈老师有这么严重吗 他说别说杀害吃肉了 就是你喝了一口 他的汤都会报复你的 我问那么多人都吃喝他 他怎么报仇啊 陈老师说他死后就会可以有分身的能力 会分别附在杀他吃他的人身上 让人有各种的疾病 但就是怎么治疗也治不好 知道这个的运势摔或者是运势没了 服务进了就开始总工了 基本上那个时候人的病就是没有治了 经常会以癌症的方式出现 也就是为什么 癌症一发现就是晚期很难治愈的原因 而且他知道你手术要切除他 他就扩散的话转移 有的是要命 有的是让你痛苦扩财 如果刚好这个动物最后一世为畜生 下一世就为人了 如果你杀了他 恭喜你啊你的倒霉生涯开始了 因为给人生特别的难和不容易 福都是人生成的 所以我们杀了他就等于中断了他为人的机会 所以他的怨恨就特别大 怨恨大破坏的能力也强 对杀害他的吃他的人报复也就最强烈 也就是说你吃到点子上了 呵呵 这也是被堕胎的英灵 为什么很难被化解超度的原因 人生百千万劫难得到的 堕了他他就等于剥夺了一个做人的难得的机会 所以他的怨恨很强烈 民间有句话言忘好见 小鬼难缠就是指的英灵 被堕胎的英灵是不容易转生的 他们先是很可怜 被很多其他的幽名众生欺负 故苦无疑地游走 游得很善良地来报恩的英灵 会每天孤单地喊妈妈 那种悲伤的声音 如果堕胎的女人听到了会心碎的 大部分的英灵因此会越来越怨恨堕胎她的人 包括堕胎的医生 卖堕胎药物的人 都会受到她的报复 她会让一个家庭夫妻经常吵架甚至礼仪 而且为一点小事就会吵起来 让女子的子宫肌瘤或者是各种的妇科疾病 感情不顺不如意 遇到好的男人就会想办法让你因错阳差错过 即使再生了孩子了她也会来干扰 吓护婴儿 让她害怕哭闹有病 让孩子不听话 捉弄家里的乘物 或者等这个女人在怀孕时候来投胎继续暴富 反正是怎么让你痛苦 她就怎么做 妻子的脸上的疙瘩起来很久 为了治疗花了好几万了 但总是治不好 还要准备去找名中医去看 陈老师看到的是她脸上的疙瘩 里面都是很多的小海螺 妻子确实也是吃过这些 还有她后背的红疙瘩 是吃虾扒子所知 做完超度后背的疙瘩二天就好了 但脸上的恢复得要慢些 陈老师让她多念地藏经回向给他们 多放生 我们昨天去放生的时候 专门放的是海螺 在摊位上一个小伙子和她妈妈准备买 妻子说你看她脸上的疙瘩还吃呢 我一看可不是吗 就把这个因果给她讲了 她也是花了钱治疗也是治疗不好的 她还是很有善根的 竟然听信了不买了也不吃了 我还有个习惯就是经常有事没事叹气 甚至自己都不觉得 呵呵写到这里又叹了口气 陈老师问我是否当过领导 我说是 他说你管过经理吗 我说是 问我经手过钱吗 我说是 他说我看到的是一叠钱百元 大约这么多小鱼 陈老师 用手指笔画出大约一万多块的钱的厚度大鱼 就压在你的心上 让你叹息 我便解到当时只是吃了几百块钱的回扣啊 他说这个是有吝息的 还有他说你不要太酌香 其实是他有口德 让我自己去误小鱼 因为当时身边有很多人在场大鱼 我误到的是人家告诉我 别总是眼睛不老是 总是看美女 有个很有修为的师兄 也说过你在大街上总是看美女 帅哥就是大人 就是心不老是 因为每看一次就会刺激肾 所以我觉得现在男女都肾不好 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现场还有个礼居士 50多岁的阿姨 问自己的胸腹总是水肿的感觉 不能吃很多东西 包括水果 连油饼都不能吃 陈老师问他是不是喜欢吃鱼 他说是 陈老师说他看到有很多的鱼在他的胸腹的部位游动 有鱼的地方当然有水 所以他水肿也就对了 他还问到每天晚上正躺着睡觉 后背经常疼的半夜醒过来 陈老师问他是否吃过狗肉 他说在内蒙的时候吃过 陈老师说我就看到有个狗爬在你后背上露出一个头 陈老师接着问有妹妹走的时候不太好吗 礼居士说是的 走的时候孩子才9岁 很舍不得走 很委屈的得病死的 死后他总能梦到妹妹 但念了地藏经回向给他就好多年没有梦到了 而且在庙里多次给他妹妹做过超度和法式 他说难道没有超度走吗 陈老师说他放不下孩子啊 没有再梦到他是因为你的护法神不让他来干扰你 但是他也跟着你呢 爱 六道中的众生都是因为放不下探秤痴 慢以酒色才气 饮食睡而不得解脱的 还有个在天木山修行了六年的和老局势 他问自己的的胸腹总是胀痛 而且头上总是感觉有东西在爬 眼皮也是跳了很多年了 陈老师也都一一耐心的回答了他的因果 胸腹痛是因为在他六岁的时候 在墙边看到了一条蛇而喊叫 他母亲过来把蛇打死了 因为他喊叫蛇才死 所以牵怒于他 头上有东西爬是因为伤害蚂蚁 陈老师看到很多蚂蚁在他头上 眼皮跳是因为他总是看别人的不好和毛病 但他还是通过念二百不地藏经 可其他惊得把自己堕胎的孩子超度了 陈老师说在他看来没有什么事实病 都是因果病 我原来理解所谓的病从口入 就是吃了不卫生的东西 其实是因为吃了众生的肉的 知道了这些我就知道了自己的现实报应了 从小我的肠胃就不好 经常疼得满床滚 由于上老鼠和青蛙的果报 我在22岁的那年被人捅了一刀再又累 调断了一根动脉 一根肋骨 刀显显的从肝和肾之间穿过去 医生开玩笑的说这个捅你的人下刀挺准啊 抬我的担架都被血湿透了 动手术的时候打麻药的痛苦是很恐怖的 而且打麻药的医生还是实习的 打了三次还没有打到正地方 当时我恨得想打他的耳光 可是我躺在手术台上动不了啊 在医院的22天里天天给我打针 每天都要打掉瓶 手臂上的血管都打出静脉炎了 这就是我的现实果报啊 陈老师说只有诚心的忏悔 读诵地藏经的功德回向给他们 他们才可能会原谅我们而离开 因为地藏经是讲因果的理的 再加上地藏王菩萨的威德 愿力众生就容易解脱了 最主要的还是忏悔 永不再犯 愿以此闻的功德 回向给无上菩提 愿所有的众生都能业障消除离苦的了 归一三宝网升级了 一三宝网升级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记得一定要订阅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